现在给大家展示这个整体焊接机的这个整体外观啊 外观有个60公斤宽 长度有1米1米1长 高度有1米3高啊 高度1米3高 长度有1米1 宽度有600啊 然后重量的话是有个300斤 150公斤300斤啊 然后这一边呢 上面是有一个装焊把线的一个下焊把 然后焊把线呢 从这边转过来这边呢 就是我们一个焊接枪 焊接枪的话呢 这里面是有一个整体焊接焊接枪的一个结构 大家看一下啊 大家看一下这个整体的结构啊 大家看一下啊 下面这里是一个送丝机构 上面那里是一个焊枪机构 然后焊丝就是从下面枪这里直接送出来啊 焊丝就从下面枪嘴这里直接送出来啊 然后这个焊枪就是手就可以拿着啊 直接对着我们的焊道就可以焊接 小开关在这个位置啊 小开关在这个位置 然后焊枪是可以 那个铜铁铝不锈钢通用的啊 然后这一边呢 也是配有这个自动送丝机啊 配有自动送丝机 自动送丝机装的就是我们普通气把焊的焊丝啊 把焊丝装进去以后这个送丝机就会自动送丝啊 这个送丝用的焊丝呢 用的焊丝就是用我们这种普通的气把焊的焊丝啊 普通的气把焊的焊丝一卷一卷一卷的啊 要焊铜铁的不锈钢 要焊铜就装铜焊丝 要铁就铁焊丝 铝就装铝焊丝啊 装什么焊什么材质装什么焊丝啊 可以焊接也可以切割啊 好 好